大家好,今年2月,也就是俄乌冲突开始的那个月 美国女篮运动员格里纳因涉嫌走私毒品,被俄罗斯警方逮捕 32岁的格里纳是美国家喻户晓的篮球明星,被称为女版魔兽 效力于菲尼克斯水星队的她,曾8次入选WNBA全明星 帮助美国队获得过两次奥运会金牌 格里纳每年都会在WNBA休赛期前往俄联赛打球 今年2月,格里纳像往年一样前往莫斯科 当她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卸裂眉睫沃机场后 安检人员在其行李中发现了含有大麻油的电子烟筒 格里纳当即被捕 在被拘留期间,格里纳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 但她强调,自己无意触犯俄罗斯法律,也不是有意走私毒品 格里纳的律师也拿出一份一生开具的证明 上面显示格里纳作为职业篮球运动员 会使用大麻油治疗运动疼痛 但纵使格里纳有一系列理由 她还是触犯了俄罗斯法律 今年8月,莫斯科一家法院裁定 格里纳非法持有和走私毒品罪名成立 但考虑其认错态度良好 以及她所取得的体育成就 以酌情减轻量刑 最终判处其9年监禁 并处100万卢布约合1.6万美元罚金 裁决结果公布后 很快引发美国国内轰动 要知道 格里纳不仅是一位炙手可热的篮球明星 她还是一名黑人女性和一名同性恋者 格里纳被判刑后 白宫至少面临来自美国体育界 少数族裔 特别是女性 同性恋群体三方的压力 也正因如此 美国从7月底就开始主动与俄方教设 希望通过换球的方式 让格里纳回国与家人团聚 经过4个月的努力 美国终于如愿以偿 12月8日 俄外交部证实 俄美已在阿布扎比机场完成再押人员交换 格里纳已经被释放 作为交换 美国释放了俄罗斯军火商布特 目前 布特已经回到莫斯科 而格里纳也在回国的路上 对于这次换球 白宫方面非常重视 拜登亲自指点正在回国路上的格里纳 还邀请了格里纳的家人前往椭圆形办公室一块旁厅 通话结束后 拜登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格里纳现在很安全 她正在回家的飞机上 然而 这次换球并没有给拜登带来预期的正面效果 反而带来了不少质疑 甚至是批评 就其原因 这不是一次等价交换 格里纳是一名颇具影响力的体育明星 但被美国释放的俄军火商布特的来头更大 布特是一名国际军火销售商和毒品走私商 身价高达60亿英镑 因具备绕开制裁和封锁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军火的能力 布特被外界称为战争之王和死亡商人 好莱坞影片《战争之王》就是以布特的生平事迹拍摄的 2008年 美国缉毒人员在泰国将布特逮捕 并在两年后成功将其引渡回国 2012年 美国检方以密谋杀害美国公民 支持恐怖主义等多项罪名 判处布特25年监禁和1500万美元罚款 此前 美国打算通过一换二的方式 用布特换取格里纳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惠兰 惠兰2020年因犯间谍罪被俄法院判处16年监禁 但很显然 美国的一换二计划未能实现 只从俄罗斯手中换回了影响力更大的格里纳 所以 在不少美国人看来 这是拜登政府的对俄让步 凸显其对俄软弱 特朗普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对白宫开炮称 用一个被称为死亡商人的布特 去交换不爱国的篮球运动员格里纳 这是一笔怎样的交易 为什么交易中没有包括惠兰 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一件多么愚蠢 难堪的事件 鹰派中的鹰派 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也批评称 这次换球是拜登政府犯下的一个非常糟糕的错误 这不是交易 也不是交换 而是投降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主 从来不甘吃亏的买卖 但这一次的换球 美国不但血亏 还给普京送上了一次重大外交胜利 当然 最受伤的还是惠兰 看到比自己晚入狱的格里纳都回家了 他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在接受CNN采访时 惠兰就表示 他对自己被抛弃感到惊讶 他还喊话拜登政府称自己连行李都打包好了 现在只等一架接他回家的飞机 但问题在于 美国这次已经交出了手中最大的筹码 想要再把惠兰换回去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这次美国篮球女星布莱尼·格琳娜·Britney Greiner 终于获得自由 最终取决于一名被定罪的俄罗斯军火商的释放 这位被称之为死亡商人的俄罗斯军火商的生活故事 曾经启发了一部好莱坞电影 布特原来是一名前苏联军官 因阴谋杀害美国人 获取和出口防空导弹 以及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 而在美国被判25年监禁 布特坚称他是无辜的 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美国释放他 称美国法院对他在2012年的判决是毫无根据和有偏见的 但布特在武器贸易方面有更多的历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他一直被指控组建一支货运机队向世界各地冲突地区运送军用级武器 助长了从利比里亚到塞拉利昂和阿富汗的血腥冲突 关于利比里亚贩运活动的指控 促使美国当局于2004年冻结了他的美国资产 并阻止了其在美国的任何交易 他原来是一名苏联军官 很可能是一名中尉 他抓住了苏联解体和国家资助等三个因素带来的机会 在从莫斯科到基辅的跑道上被遗弃的飞机 由于缺乏燃料或维修资金而无法再飞行 警卫守卫的大量剩余武器库存 却突然只有很少薪资或根本没有工资 以及苏联传统客户和从非洲到菲律宾地区新出现的武装团体 对这些武器的需求激增 布特说他曾经在莫桑比克担任军官 菲律宾告诉CNN 其他人说实际上是安哥拉 当时俄罗斯在那里有大量的军事存在 当联合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道中期开始调查它时 是他第一次出名 美国由此开始介入 据报道 布特使用过很多名字 他被认为是尼古拉斯 凯奇 Nicholas Cage 在2005年电影战王中扮演的军火商角色的灵感来源 2002年 CNN的著名记者吉尔·多尔蒂 只有多尔蒂在莫斯科会见了布特 他问他人们对他的指控 你向塔利班出售武器了吗 去基地组织 你是否向非洲叛军提供补给 并用血钻获得报酬 但是他否认了每一项指控 这是一个虚假的指控 也是一个谎言 他说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碰过钻石 我不是钻石人 我不想做那种生意 我不害怕 他告诉多尔蒂 我一生中没有做任何我应该害怕的事情